十八戒如来到妙真如性 身处十戒 恶乃又如所名 身处为源 身根与处臣互为一元 而生身时 这个身时是因身而生 以身为戒 还是因处臣而生 以处臣为戒呢 身时产生冷热色滑的感受 生的了别是刹那刹那的生灭 这个世相虽然是生灭的 但是它的本性却是如来荡 妙真如性 寻业发现相望性真 我们不要被相状所迷惑 一定要透过现象 看本质 安住在这个不变不动的体性上面 那么你就能够做到如如不动 今天我们考察的是这个身时 身时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身时所了别的妄想 相状是有 它的体性是空 妄 相望 体无 性空 恶乃 如果说这个身时 是因为身根而有 不必借助于这个畜臣离合 如果时有身根生 不必借助啊 离合的外臣 这里这个啊 觉和观是什么意思啊 觉是指初心 观是指细心细缘 初觉 细观 都是针对于这个 畜臣的离合而言的 就是这个啊 臣呢 啊 和与身的畜臣离合于身的时候呢 啊 有粗缘 有细缘 现在你说这个啊 身时如果是单单纯的因 身根而生 而完全不需要借助啊 离合二畜臣为助缘 那么当然也就无所谓这个啊 粗觉和细观了 是吧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外缘 没有啊 所缘的情况下 身和所时 身去识别什么呢 所 这个能锁之所都没有了 身还能识别什么呢 这个实啊 就生不起来 就是单根 不生实 这个时候 虽有身根 无有离合 无有啊 粗觉细观之成缘 只有外 啊 只有身 没有静 是不能生实的 那再换个角度 我们假设这个 呃 生实是因为啊 畜臣而生 而不借助于你的身根 啊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说天底之下 有谁是能够做到这样呢 就是啊 我没有这个自己的身体 啊 不借助自己的身体 我就能够知道这个啊 畜臣 不可能 就是说你的那些感知啊 身体的感受啊 都必须啊 有这个身根啊 才能够感受 离开了身根 你感受不到了 感受不到的 如果没有身根的曲径啊 明了啊 那么光有畜臣 是不能够啊 构成生实的 就是说 单 单有畜臣 不能生实 实也不生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个无情物啊 它是不能啊 自己有畜致的 一定要有情啊 有情物 这个身 才能够知道这个畜臣 啊 身之有畜 物不能之 意思就是说啊 你一定要借助这个 有情的啊 根身 才能够知道这个畜臣 也叫身外无处 身外无处 离开了身体 不谈畜致 外面的物质 不能够离开身体 而有畜致功能 单有外境 不能构成畜致 必须借助外境 跟身根 两种的作用 才能产生畜致 这里有三样东西 就是一个是畜臣啊 一个是身根 然后一个是 中间就是生的这个石 我们看看他们三者 到底是什么作用 其实这个石之啊 这个石啊 身实的畜致作用 它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两个法的交互作 它不能是三法 它是两法 因为这里关系到这个能和所 下面就是破这个根臣共生 实是不是根臣共生的呢 不是的 来看啊 知身即畜 这个知畜其身 这是说什么 这是说啊 身根和畜臣 两个人是互为能所啊 他们互相作用 他们作用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知身啊 知身呢 它就是这个是所啊 能 身畜臣能够触发你的石 来知身 那么反过来呢 身根能够触发一种石 来知这个外界的畜臣 所以就是这个啊 能和所的问题 要么是畜臣为能 知身根为所 要么是身根为能 畜臣为能 这个石啊 中间产生的这个石啊 石它是一种功能啊 它是能啊 它要追着这个能走啊 它要么跟着啊 畜臣而发能 要么跟着身根而发能 这个意思 但是它不能是共生 不能是共生 就是说当我们的石啊 想要去了解这个身根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这个了别功能啊 它是由畜臣引发的 反过来 当我们的啊 石啊 去了别外臣 这个畜臣的时候啊 这个别的了别功能呢 就是由身根所发的 比如说你现在啊 这个身体在这个地方 你身体当中有一个石的了别吧 啊 你现在注意你的身体啊 你会感到冷感到热 那么你这个了了别 你这个支啊 支冷支热啊 啊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啊 这个时候啊 当你关注身体的时候啊 它这个东西一定是啊 感知冷热呢 一定是从外境而来的 就是由外境所出发的 你感到冷 你一定会注意到有风 所以就支身啊 其处是这个畜臣引发了 你的这个冷热的感受 是借助外处 那反过来啊 你要看外面的风大不大 啊 要知道外境怎么样 你从你的身体啊 知处啊 要知道外面啊 就是身根来引发着 知道 你就知道外面的空气到底怎么样 你一定是从身体的感受去判断啊 外面的风大不大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了知啊 身的时候呢 我们是由处来引发 当我们了知外境啊 处臣的情况的时候呢 啊 这个这个能啊 这个功能呢 这识别功能呢 则是由身根来引发 那不可能是 识啊 又跟着身 又跟着身根啊 又跟着处臣同时作用 不可能 因为这里面就关系到就是 你如果是能 就不能是锁 是锁 那就不能够啊 是能 前面解释了一大段都是这个啊 下面这个知处即身 知处啊 非身 即处非身啊 即身非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啊 大白话就是说 如果它是处啊 处是能 那身就是锁啊 如果身是能 那处就是锁 这里这个能锁 一定要很清楚 假设我们啊 的生时的了别 是由畜臣啊 所引发 那就不能够啊 兼待身根 就是这个生时啊 如果是畜臣引发 啊 这个身根呢 就变成啊 就变成锁了 它就变成锁生了 那就是说 你去注意外面的风 你就不可能注意身体 啊 你去注意你身体的冷卵 你就不可能注意外面的风 所以 即身啊 非处 以身体的了别啊 啊 去注意身根的时候呢 那就不能兼待处 也就是说啊 你说石是根尘所生 根尘所生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它们是啊 根尘共生 不是这样 根尘 不是根尘共生 这个石 它要么在 呃 处臣 引发石 要么是身根引发石 但绝对不是啊 根尘同石啊 引发了石 就是啊 就是在产生石的作用的时候 它不能是根尘同石都在 不能跟尘同石都为能 它要么啊 跟 跟着神活动 要么跟着 啊 跟活动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说 能生无决定性 就是即使是这个能生啊 它也没有决定性 能生的根 或者是这个能生的促成 其实它自己的体性呢 还都不决定 你自己啊 都不能做主的时候 你又怎么能够共生啊 产生这个石呢 就是 这个时候啊 这个石 还是啊 离不住 在这个能锁里面啊 这个石啊 仍然是徐妄想 下面是 辉律法师的解释啊 也很清楚 我就 不再 总的来说呢 就是 所生之身实啊 不可以兼能所向 就是这个啊 根深和畜臣之间啊 生出来的这个身实 它不可能兼这个能向和所向啊 是能就不是所 是所就不是能啊 就是其实这个 这这这这这两句话的这个精髓 就在这 就是是能就不是所 是所就不是能 这是 深处这一个 重要的一个点 再 再接着来 这是 深处二向 缘无处所啊 连深处二向 他都啊 根深和畜臣这两向啊 他都没有自己 他都不定的 是吧 你你这个啊 畜臣一和身 就变成身体啊 自己的一部分了 他这个能锁啊 就消失了 这个 这个畜臣呢 啊 一离开这个身体呢 那他就变成虚空向 这个 这个内外都 都不定啊 一会儿就变成啊 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一会儿又变成和自己 是个身体毫无关系 那个内外都都啊 不能够成立 那么何况这个深处啊 二向中间的这个东西 要把它立作一个石呢 是立不住 就是中间产生这个深石啊 它只是一种方便说 只是一种方便说 啊 中复不立 内外性空 则如石生 从谁立践啊 既然中间的这个深石啊 都产生不起来 那你的内根外层啊 也就了不可 中不立 那么也就无所谓内外 那么内层外根 就也立不住啊 那我们的深石啊 将以谁啊 为戒呢 既然内外都是性空 而你的石又是由内外所生 内外本身的处所 也不决定啊 那你当然不可能啊 生起这个石啊 就算你生起来 你也不可能以谁为戒啊 这个处和深二向都不可以作为戒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不决定了 都没有固定的场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从前面就知道 这个身体的感受啊 这个处是啊 他不是根生啊 也不是尘生 也不是根尘共生啊 他是啊 因缘所生的一种妄像 但是虽然他是啊 妄像呢 但是他的那个体性呢 却是空 就是如来藏 妙真如性的寻验发现 相妄是性真 这个极甲 极空极中的这个这个处啊 空就是空性啊 甲就是这个 呃 因缘啊 妄像因缘性 这个 然后集中啊 就是 极空极甲 非空非甲 中道 就是这个 这种观察方式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个 吉普达多的这个事情 也可以看出来 这吉普达多 他是 他是佛陀的哥哥 他一直是一个 佛教僧团里的有名的大恶人 他一直专门和佛陀啊 对着干 因为他干了很多恶事啊 阻挡 释迦牟尼传法呀 为难释迦牟尼啊 他最后他就啊 坐入了啊 阿比地域 但是呢 这个佛陀和和和 吉普达多这个这个关系 在法华经里面就有一个吉普达多比 他就提到这个吉普达多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曾经啊 有一生他做大国王啊 他想学大乘法门啊 他就放弃了王位啊 到深山里 到深山里去找一位仙人 那个仙人呢 就把这个法华经啊 传给了这个啊 当时的释迦牟尼佛 那么这个啊 传法的这个仙人是谁呢 啊 正是这个提破达多 提破达多呀 曾经教育过啊 释迦牟尼佛 教他啊 修这个法华经 还做过这个释迦牟尼啊 的善知识 但是他也释现了很多恶逆的因缘 来帮助释迦牟尼啊 成长 因为在啊 菩萨道 在经典上说呀 菩萨道啊 只要到初地以上了 魔王就不敢动他 魔王不敢动他 全世界都没有逆境 那么初地以上的啊 那些啊 菩萨所遇到的这个恶运员啊 啊 其实都是由那些更高的啊 菩萨高手啊 来视线 这次视线 就是说这个提破达多 他作为一个恶人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以大悲心来造罪业 来给这个释迦牟尼佛 做真上 最后他呢 掉入了这个 掉入了这个 地狱 他的身体啊 跑到道山游锅里去 但是 后来恶男就看他的时候 问他痛苦不痛苦啊 他说 我的身心啊 清凉快乐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是这种感受呢 这就是这个啊 这个甲 就是这个因缘 这就是这个因缘性造成 你看这地狱里这么多众生 大家都在刀山游锅里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提破达多感受到的是 身心的清凉 有快乐 你就说这个啊 刀山游锅 他有没有自信呢 他没有自信 他是寻业发现 是寻业发现 他是如来当 妙真如新 所以佛法 其实是很有意思 谢谢大家